古老的道观和壳楼里 短声绵绵 哎呀 奇怪 等一下我再听一下啊 好奇怪 好像很清脆的那种 对呀 你听知道呗 什么声音 好像有点很清脆的那种 有点像鸟的叫声 这就是香蕾调音 在山东赫山的一座道观里 也出现了类似的灵异现象 而发现这里有怪声的 正是赫山玉真宫的洛成云道长 那么洛道长究竟经历了 怎样耸人听闻的事情呢 一天清晨 赫山玉真宫的洛道长 很早起来进行沉练 像往常一样 洛道长来到了三针殿前 练起了拳法 一小时的沉练之后 洛道长开始打扫周围环境的卫生 然而就在他准备回去的时候 手里的戳子不小心敲到了围栏上的石板 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动作 竟让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当洛成云手里的戳子不经意间敲到石板上时 他突然听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回声 清早的玉真宫格外冷清 这样毫无征兆的怪声 顿时让他感觉到有一丝寒意袭来 这声音究竟从何而来呢 他下一世代又用戳子敲打了几下石篮杆 果然每一次敲击之后 都有同样的怪声响起 这更让他感觉到不可思议 开出是感觉很好奇 而感觉会发现很神奇 仔细听起来 这些声音并不像是 竹子敲击石板时发出的正常回声 更像是一种鸟内的叫声 随后 洛成云又尝试着用手拍掌 果然不出乎他的意料 双手鸡掌同样也产生了 像鸟叫一样的怪声 我就像拍石头这个声音 看鸡掌有没有 感觉很奇特 鸡掌也有 我这种有配奏几下 真实就是有这种声音 为了解开这种怪异声音的真相 我们与洛成云来到了一个 看似普通的平台 然而 当我们开始击掌时 果然听到了一种很奇特的声响 很奇怪 等一下我再听一下 好奇怪 好像很清脆的那种 对 你听出来什么声音 好像有点很清脆的那种 有点像鸟的叫声 这就是鲜河的声音 我们在鸡掌的同时 听到了一种非常清脆的回名 声音似乎就是从这几栋房屋中间传出的 仔细判断 的确与贺鸣很类似 因为说鱼童的鸡掌啊 它就是母后的声音很清脆 对 很清脆 很清脆 厚重一些 对对 据骆成云介绍 引发贺鸣的方法 不仅可以通过鸡掌 跺脚或者击打自己的身体 都可能听到贺鸣声 真的拍身体也有 很神奇 拍手跺脚 拍身体都有 它就要从外界 任何一个地方 发出声音 通过多次实验 可以初步确定 在石栏杆前面这个区域内 只要进行击打 无论是人体碰撞 还是物体敲击 都可能引发贺鸣声 那么这种怪声 究竟是如何发出来的呢 带着赫山怪声的种种疑问 我们找到了 寂寞衣中的 物理教研组组长 吕荣荣老师 吕老师 也从多次登上赫山 研究 招赫回鸣 及水明天梯的现象 其中 三针殿前面的赫鸣声 吕老师认为 就是一种回声现象 对于这种现象吧 我感觉从物理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 应该是一种 从大体来说是个回音 但是这种回音呢 它应该受到周围环境啊 在一个 你像建筑的布局啊 这些方面的影响 吕老师认为 三针殿旁边的地形 很有助于回声的产生 如果去除了这个环境的因素 就可能听不到回声了 那么 这种回声反映出来的 为什么正好就是 鲜鹤的叫声呢 说我们听到的这种 类似于鹤鸣的这种声音 它是在某一个频段上 就这种频段的声音 被反射的 就相对来说比较多 而且呢 在各个各个方向上 反射过来的 它们应该是相互加强的 这样我们听到的 就是鹤鸣的声音 而不是其他的杂役 吕老师认为 这个现象最有可能的是 地质上的问题 那么 为什么自己走的时候 听不到水明声 距离别人越远 听得越清晰呢 先听到的是 你在外边走路 就是 搅于时机这种 碰撞的声音 这种接触的声音 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听到 那个相当于是共振 或者共鸣 发出来这个声音 如果在一块的话 就很难分辨 如果你把这两个分开的话 说你在有时间差里边 那你的分辨率就高一些 吕荣荣老师认为 要想彻底解释 水明天梯产生的原理 一定要对台阶 以及山体本身 做一个详细的地质 勘测才行 至于那些听起来 像鹤或者像水滴的声音 一种可能是 声音的频段 恰巧在那个频率上 另一种可能就是 人们根据听到的声音 加上自己的联想 给他赋予了一种神秘色彩 唐宁公和赫山的怪声之谜 终于解开了 恭喜B accred 살았了3mm2mm2mm2mm1mm2mm2mm2mm3mm3mm2mm2mm2mm3mm2mm2mm3mm3mm3mm2mm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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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4mm3mm3mm2mm3mm2mm2